明報社評 六四三十一周年,維園沒有大台,燭光依舊亮起,警方提醒公眾遵守守限聚令,為未有阻止市民進入維園足球場 疫情影響今年港人悼念六四的方式,沒有影響要求平反的決心,悼念活動天地開發,多區情況大致和平,唯獨旺角因為有人倒路,一度出現衝突混亂 八九民運觸動人心,皆因這是一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外國民主運動 港人悼念六四歷時三十一年不須贏得國際清重,關鍵同樣在於和理非 道念六四是港人自發的本土運動,它能夠持續者摸狗,除了由於和理非的強大道德感召力 亦因為這場運動性質單純,沒有參加太多政治操作和複雜盤算 只要不忘初心堅守這兩項特質,不讓悼念六四被政治騎劫,這場本土運動一定可以堅持下去 東方政論 正當港版國安法獲全國人大高票通過,如火如途制定具體條文之際,香港亂象依然未了 昨日立法會好不容易通過,國歌條例草案,三毒,期間反對派不斷搗亂,使料臭蟲進出,令人慘不忍倒 而司法亂象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一宗性質嚴重的販毒案,案中被告員被重判入獄二四年,為上訴庭指援審法官指引陪審團時犯上法律 昨日裁定被告上訴得直 見微知著,事件不僅令人心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義何在,更令人憂慮 對港版國安法進入日本港司法程序後,最終淪為陽奴漢奸轉空子的保護傘 蘋果頭條 悼念六四三十一年來首次在香港被禁,卻無法阻止數以萬計港人走過警方的包圍、鐵馬的封鎖 此時齊集在維園,參加一場沒有場地的集會,在禁令下延起點點抗爭聲火 象徵港人對抗極權心智的六四燭光,在中共的港版國安法寒風中飄搖 支聯會表示不知明年能否合法舉辦六四集會,但人心不死,燭光不滅,會堅持六四,維園見 昨日是六四三十一周年,警方以防疫為由,首度反對支聯會在維園舉行六四集會 可民主更將維園足球場以多重鐵馬為封及用鐵鏈鎖上 支聯會堅持繼續悼念,又呼籲全港晚上八時於不同地區點起燭光 星島社論 紐約市已至本月一日開始實施宵禁 但昨晚在布魯克林仍有約千名示威者不顧蕭禁走上街頭 紐約警方今表示,一名警員昨晚於布魯克林區執行職務,防止民眾打劫時,被一名男子砍雙頸部及奪去配槍 隨後,另外二名警員與嚴犯發生槍戰,事件導致二名警員首部受傷,嚴犯則情況危急 紐約市警察局長直亞表示,遇襲警察於在教堂大道和福來報許大道交叉口附近,被嚴犯持刀陷傷頸部阻側 另外兩名警員趕往支援時,聽到兩個街區外傳出槍響,於是前往追捕 警員發現嚴犯搶去受傷警員的配槍 疑犯開槍令兩名警員首部中彈後,警員潮疑犯發射數槍制服 經濟社平,禍是福所以,福是禍所服 全國人大通過制定港區國安法,美國啟動取消香港特殊地位,令香港成為中美博弈主戰場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本部獨家專訪時指出 中美國歷史香港危重有機,令中概股回歸 偏安,中概股即在中國市場有龐大業務點 但已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大型企業,讓港股踏上新台階 香港須發揮既有優勢,並且不斷創新,才能進一步 壯大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控油去屍,固法,欲法,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作詞・作曲・編曲 海艦